近日,天才翻译家金小宇签下遗体捐赠志愿书,其中包括脑组织引起社会关注。 记者来到他所居住的杭州市拱树区胡树街道双档龙社区,专访了金小宇本人。 他告诉记者,四个多月前的1月18日,父亲离世当日,他在遗体捐赠确认书上签字,正式告别了父亲。 遗体捐赠是父亲生前的心愿,他要完成父亲的心愿,同时自己也要追随他。 开始我是不同意我爸爸那个专线遗体,这个东西跟普通人,一般人,大家的观念好像都是这样的。 结果我爸爸1月2号住院,到18号去世,我填填手在他旁边,守得后面看他这个生命就这么启举伏伏呢,本来说9号可以出院了,结果18号去世。 然后我想如果不同意他捐献的话 这个东西肯定是他这么的一个坚决的要求做这件事情 如果不同意的话那就不太好 结果我要是同意他捐献的话 自己不捐献你也说不过去了就这么意思 据了解今年51岁的金小宇告别完父亲后 因为旧病遭遇症复发又住进了医院 这是他人生中最长的一次住院 出院至今金小宇独自在60平方米的小家 度过了一段没有父母陪伴的日子 他表示父母对他的照顾贪贪以忘怀 他时常想念他们 很多人都套他们的福 现在就是他们那个然后有地方住 然后吃只穿不抽 这样的 还有他有自己的一份工作 一份事业 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他们留下的衣服 照片 还有一种我爸爸留下来的蚊子 看一下 生活还在继续 不过如今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关心金小宇的队伍中 杭州市拱树区胡树街道双道龙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娜介绍 社区翻译家协会 作协以及许多社会人士都十分关心金小宇的生活 他本人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一下金小宇 教他做菜 挤一些日常家务 陪伴他一会儿 生活之余 金小宇也会参与一些社区活动 比如近期的银亚运学英语志愿服务活动 金小宇就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与其中 像我们现在不是都在全民学银亚运学英语吗 小宇只是一直在参与我们这个资源服务活动 然后我们把它翻成英文的 然后教一些我们这边的那种亲子家庭小朋友 一些日常的英语口语这些 在我们社区呢 我们不是里面有个小宇一角吗 那么我们也是结合这个一角的话 我们只是有线上线下的活动 线上的话我们有一个群 成员外语学院的学生 一三五晚上我们都会有一个关于 银亚运的一些小知识的一些 英语的口语的一个教学 都是由我们同学来完成 那小宇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我会给他拉进群 线上跟大家进行一些互动 然后线下的话我们是跟一协 然后小宇跟着一协的老师一起 会在这边跟我们开展一些那些 好书分享好文分享 然后学英语这样 就是通过线上线下这样的一个形式 走进金小宇的生活 他现在除了翻译工作 还要自己照顾自己 买菜 做饭 洗衣等日常 让他的生活忙碌但充实 对于未来 金小宇称 自己并没有特殊的安排 过去十年 他一直和病痛共处 用单眼视力 陆陆续续翻译了近三十本 英文 日文 德文书籍 他说 接下来的十年 自己还要翻译近三十本书籍 完成这一目标后 再逐渐放慢脚步 上个十年的话 翻译了将近三十本 到五十到六十也将近三十本 那就六十本 六十本就相当于 从出生到六十岁 一年一本的 达到六十岁 每年一本的话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